大家好,咱们都知道啊,一个国家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修铁路。 这一点呢,19世纪后期的大清自然也不例外,但是呢,这个大清修铁路呢,属于是自有国情在此,一开始是断然拒绝的。 后来呢,由于外部刺激,忽然对铁路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,再往后呢,更因为所谓的铁路收归国有而捅了天大的漏子。 可以讲啊,这铁路就是大清的催命符,大清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进退失距,折射的是这个王朝的制度性困境。 今天呢,咱就聊聊这段历史。 话说这个铁路和火车在问世之后不久,就已经有大清人知道并且报道了。 林则徐在1839年写了四周制,魏元呢,在1844年写了海国图制,徐济于在1849年写的《迎环制略》当中,都提到了铁路和火车。 《迎环制略》当中描绘的火车是造火轮车,以石铺路,融铁为路,以速骑行。 当时,有洋人在报纸上刊登文章,希望外国出资修筑上海到苏州和上海到杭州的铁路。 这是中国最早有铁路修筑建议的记载。 到了1863年,李鸿章在苏州一带同长毛贼作战,深感物资运输不变,希望呢,修筑苏州到上海的铁路,折到地上去,得到的却是严加拒绝的回复。 当时英国商人,为了向这个大清朝廷宣扬铁路的优越性,在北京宣武门外,修了一条半公里长的宅规铁路,名曰展览铁路。 当时清拜类钞上记载,铁路上的小火车虽然迅疾如飞,但京师人差所未闻,害为妖物,举国落狂,几致大变。 后来布军统领衙门以官者害怪为理由,命令拆除,这才把风波给平了下来。 此时大清虽然有洋务派立主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,但用西洋的技术对大清的制度缝缝补补,可当权者对修筑铁路还是绝不伦许。 在当时的上海啊,租界地处在黄埔江畔,此地河道窄小,行船不便,外商大货轮不能轻易抵达,只能在吴松口卸货。 英国商人认为,如果能在吴松口到租界之间修条铁路,会大大有利于货物运输。 但是呢,修铁路的报告打给上海倒台,还是被拒绝了。 后来英国商人进京上访,找总理衙门,还是吃了个闭门羹。 没辙,英国商人只能先斩后奏,他们称要修筑一条从租界到吴松口的寻常马路,并且自掏腰包,买下了沿路土地的所有权。 等到这个寻常马路争地解决,马上铺了铁轨走火车。 这是1875年2月,这条15公里长的铁路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运行的铁路。 而上海倒台大呼上当,毕竟大清不修铁路乃是国策。 然而木已成舟,地方官呢就只能拿着放大镜,看这条铁路的瑕疵。 没过多久,1875年的8月,吴松铁路的火车压死了人,上海官员马上拿这事大做文章, 并同英国谈判,最终的结果就是大清用28万5千两白银把铁路赎回。 钱分一年半,三七复清,于是这条运行了两年多,而一直斗盈余的吴松铁路。 在大清赎回之后,马上就被拆掉了,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的命运。 大清如此顽固地拒绝修铁路,底层逻辑还是所谓的统治之术。 1880年,刘明传进京,奏请修铁路,明确提出铁路乃是自强之道。 还没等朝中重臣李鸿章发话,内阁学士张家湘抢先上了奏折,历臣铁路之壁。 他认为兴办铁路必将出现三壁,第一是修路将导致工商繁盛, 从而吸引洋人前来通商贸易,历尚未兴,换以饮服。 第二是民不乐从,徒资骚扰,第三是须米躺下,以累无穷, 因此他坚持,未可轻易开造铁路。 毕竟这几条意见,每一条都戳中了大清的废管子, 修铁路不利于自己的统治。 这是大清无论如何都拒绝修铁路的原因。 面对此行此景,李鸿章也徒乎奈何, 他的洋务运动,北洋水师都离不开煤炭, 而煤炭的运输非铁路不可, 于是他和朝中诸臣展开了铁路,修筑利弊的大讨论。 李鸿章极力主张赶紧修铁路,既然这是最新的技术, 那么兴办铁路不仅方便本国,而且可以防止洋人攘夺路权, 同时兴办铁路对商业交通矿物都是极大的促进, 是扩民生计并不存在扰民问题。 关于路款不足,可以在不出卖路权的强提下商界洋款, 他要求朝廷绝技创办,破除激席而为之, 一条一条的陈述有理有据, 但是反对派捏准了朝廷的新眼子, 是当中从前跟随郭松涛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红, 反对意见最为详尽,毕竟他是见过洋人的世面, 他的意见朝廷也最为采信, 最终毫不意外,朝廷拒绝了李鸿章的意见, 没辙,李中堂只能想办法在自己的直立总督辖区内, 先小规模试验, 在他的受益之下, 轮船招商局以轮船需要用烟煤为由, 在河北开平一带兴建了开栏煤矿, 并借此机会修了一条唐山到旭个庄的清遍运煤铁路, 这条唐旭铁路是中国人自己筹资兴建的第一条铁路, 虽然李鸿章自个儿呢, 敲模样的把这条铁路延伸到了天津大沽, 但也只能这样了, 给轮船军舰运煤可以, 别的想都不要想, 不然动了大清的国本, 那是万万做不到的, 清政府啊, 对铁路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刻呢, 发生在1895年, 甲午战争中, 天朝上国被之前瞧不起的罪尔小邦摁在地上反复摩擦, 颜面丢尽国本动摇, 这个时候修铁路发展工商业已经关乎到大清的生死存亡, 1895年的7月19号, 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第94天, 光绪帝发出上誉, 宣称当此创剧痛身之日, 正我群臣卧心尝胆之时, 并提出呢救亡图存的六项例行时政, 其中修铁路被列为第一项要办的事, 这话一出, 朝廷内部反对修铁路的呼声顿时掩齐息鼓, 过去所谓的弊端都不是事了, 眼瞅朝廷这个态度, 国内自然是呼噜一夜春风来, 大家都在修铁路, 过去被拆的无松铁路又给修下来了, 大清呢也对外国贷款保持了开放态度, 而外国也乐于为中国的铁路贷款, 沪宁铁路, 金服铁路, 卢汉铁路, 金凤铁路的修筑, 在这几年间得以顺利展开, 当时盯上中国铁路这肥肉的不止一家, 所以大清朝廷反而可以货币三家找最好的条件, 比如卢汉铁路, 大清对比了英国德国财团开出了条件之后, 选择了条件最温和的比利时财团进行投资, 而比利时工程师也的确争气, 1897年卢汉铁路动工, 到1906年全线完工通车, 其中还包括在郑州跨越黄河的大铁桥, 考虑到当时的技术和政治条件, 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奇迹, 就这样, 有了外国资本的加持, 大清的铁路事业搞得如火如荼, 前途是一片大好, 但铁路毕竟是国之重器, 把铁路全交给外国, 这是大清不能容忍的, 最好还是大清自己来修, 这在当时也有成功的案例, 比如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章铁路, 注录资金就是其他铁路盈余, 每年拨付的一百万两白银, 再比如说关都商办的铁路工程, 越汉铁路和川汉铁路, 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构想, 可问题是呢, 铁路修建的资金耗费巨大, 而且需要持续投资, 指望商团一直投钱是不现实的, 比如越汉铁路, 本来朝廷从美国公司收回路权之后, 准备关都商办, 但是湖广总督张之栋不信任关都商办的体系, 私下里呢, 再次联系外国银行, 签订铁路借款合同, 这等于是对乡绅赤裸裸的背叛, 当地请愿抗议者慎重, 但是大清历令置婚, 在1911年宣布将全国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, 并同外国的银行继续签订借款修路合同, 至于已经收来的民间资金, 自然不会退还, 四川民众忍无可忍, 纷纷揭竿而起, 抨击朝廷, 这就是保路运动, 在大清看来,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叛乱, 于是从湖北派兵镇压, 导致武昌空虚, 最终武昌一声枪响, 大清就亡了, 可以说呀, 此次铁路的国有化, 成了压倒大清的最后一根稻草, 几十年前, 顽固派预言修铁路会动摇国本, 现如今真是一语成衬, 只不过实现的方式, 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, 铁路最终成了大清的催命符, 这从本质上折射出的是大清的制度性困境, 他的一切都要确保江山永固, 所以甲午之前只要不是火烧眉毛, 那就不择一切手段拒绝修, 甲午之后, 铁路又成了和江山稳固直接挂钩的东西, 所以大清可以为了修铁路无所不用其极, 甚至丧失信誉, 践踏身伤利益也在所不惜, 这种为了朝廷稳固, 不惜牺牲一切的想法, 是造成大清困境的根本原因, 而铁路只不过是这种困局的一种折射罢了, 好了, 关于大清修铁路的历史,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, 谢谢大家。